大家好,我是小妍 喜欢吃糯米粉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这个视频哦 今天给大家分享糯米粉手不沾面的好吃的做法 200克的糯米粉,放入30克的棉白糖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再少量多次的加入温水 一边加一边搅拌 搅拌成像这样比较顺滑的糊状就可以了 准备适量的豆沙线 如果你买的豆沙线比较硬邦邦的 可以向里面加入温水 把豆沙线稀释开 搅拌成像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电饼铛预热刷油 食用油不用放太多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 然后用小勺子盛出一勺糯米糊 慢慢的拎入在电饼铛 拎的时候两个为一组 勺子在上面不要随意的晃动 如果晃动的比较频繁 这样小饼就不太圆了 做完以后盖上盖子 闷30秒 等待小饼定性以后进行翻面 盖上盖子再闷10秒钟 现在就可以向其中两个放入馅料 馅料尽量放在中间的位置 然后再取其中两个没有馅料的小饼 扣在有限量的上面 可以继续盖上盖子 在闷10秒钟 这个小饼很薄 所以熟的时间很快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的糯米小饼是不是做起来很省事啊 5分钟就可以做一大盘 但是不想和面的朋友可以试试这种做法 主要是简单什么事儿 而且吃起来还比较好吃 黏黏的 而且这个做法做起来完全是零食半 里面带着豆沙馅 又甜又好吃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吃做一下吧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评论留言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